hello 大家好 我是炒币诈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新手第一次买比特币的一个详细的流程 如果你是新手 你还没有购买过比特币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国内 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 骗局呢 也是非常的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交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今天的视频非常的详细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我们会从这五个步骤挨个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完完整整的一个买币的流程 首先呢 我们先要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如果你想买比特币 你必须要去交易所里面才能购买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OKX币安火币 在中国 我们叫OE 在国外叫OKX 我推荐大家去OE这个网站 这个交易所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 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相对于其他的交易所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链接去注册呢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 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用卡 非常非常的划算 最重要的你的手续费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 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我们把邀请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可以用手机 也可以用邮箱 手机的话 这边是支持中国地区86的手机号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这边可以随便的领取一个盲盒 这边是随机给的 然后我们这个邀请码是默认的自动填写的 我们注册一下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录一下 如果正常登录 OK 那就恭喜您 这边已经注册成功了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手机端 安装 分别为安卓 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 手机端的话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脑上面 电脑上面呢 非常的复杂 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非常不友好 但是在手机上就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 先来讲一下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很简单 放到右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QQ 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如果提示被拦截 可能是被人家恶意举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 微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支付宝 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然后或者是用浏览器 随便的找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 这边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安卓手机还有一个方法 点击这边之后 会有一个更多客户端 这边有一个下载OE的移动端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安卓 然后直接把安卓下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然后通过QQ 拉到我们的手机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安卓就是这么简单 说一下苹果 苹果的话有一点复杂 因为苹果属于是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 才能下载它的app 这个id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的id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中国大陆地区不能下载它的app 需要去海外的id 这个id是哪一个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打开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右上角 这个id不能是中国大陆地区的 必须是海外的 那这个id 我们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不要去百度 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特别特别多 然后我们随便的找一个 价格呢 也是很便宜 可能是几块钱一个吧 看见没有 几块钱 几块钱 五块钱一个 买完之后呢 我们切换一下我们自己的id 先找到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拉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退出登录 我们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登录上 我们刚才在这边输入账号密码 输入刚才在这个网站购买的id 然后登录上来之后 是我这个样子 因为我这个id的话是海外的id 输入这边有一个搜索 我们搜索一下 然后在这边输入一下okx 好 进来之后okx 呃 第一个这边写的是广告 这个就不要去了 这个是广告 咱们不要去 然后我们主要的是去第二个 这个是广告不要去 是第二个 这边写的oeokx 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哎 这个就他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下载 我我这边呢 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我这边先更新一下 好了 我这边已经下载完毕 已经更新完毕了 我打开一下 安卓手 呃 现在呢 是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安卓 安卓我这边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 我们接着进行下一步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 呃 给大家说一下交易所的 app 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搞好 进来之后 这个交易所输入我们的账号和密码 刚才您注册的 点击左上角 点击身份认证 如果没有这个身份认证 你点击这里 这边会有一个身份认证 先认证一下我们的身份 这边一定要实名 所有的交易所全部需要认证 然后呢 这边有个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 点击 这边的安全中心 这边有一个验证方式 我们的这些东西一定要全部的 呃 我们搞一下 安全最重要 因为我们的钱都在里面 偏好设置 这边有一个即家货币 我喜欢人民币 呃 我选择人民币就行了 默认的话应该是美元 但是我自己的话 喜欢用人民币 我们用人民币就行了 好了 这些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操作 就是绑定我们的银行卡 因为我们买币的时候需要付钱 我们赚钱了 卖币的时候需要收款 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crc交易 进来之后 选择 这边有一个我的 右下角 然后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这边点击添加收款账号就可以了 收款账号的话 这边有三个 然后支付宝 微信不建议大家去使用 我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银行卡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封控 选择银行卡就行了 好 绑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给大家来说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 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环节 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英文叫做USDT 它是和美元挂钩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USDT 一USDT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是泰达币 假设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 英镑 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USDT 呃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假设我身上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去购买这个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 我想购买这些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所以呢 我们先要拿着我们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这个泰达币 换成泰达币 才去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好了 我这边呢 给大家来 简单的演示一下吧 看一下如何去购买的 好 来到欧益 选择这边的买币 选择这边的crc 千万不要选择快捷买币 因为快捷买币是系统自动的分配的 我们cf 我们这个crc是可以自己筛选的 如果没有这个买币 你可以选择左上角这边 还是那句话 选择crc 不要选择这个买币 好 选择crc 这边选择cny 选择购买 然后金额 我们想买多少钱呢 假设我想买 2万吧 好 我想买2万 点击确定 支付方式 我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这边会出来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这些商家不是随便的选择一个的 我们一定要看他的成交量 这个是第一是最重要的 看一下成他的成交量 像这种成交量几百单呢 这种就不要买他 比如说这个超个 9400多单 好 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下他的 这个头像 然后 再看哪里呢 看他的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最好是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以上 像两年三年那种是最好的 这个现在是12月份了 12月份 现在是一年八个月了 像这种老商家就可以 就像淘宝链一样 越老的商家越可靠 然后看他的总成交率 成交单数 越多越好 最好是上万的 像那种最好的 然后 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dt 然后随便的找一个就可以了 我现在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才来发600多单 像他这种人就不行 大家看到了没有 他这种人 才开了半年的时间 根本不可以 他一共才卖了600多单 像这种人 我们就不要 像这种人 我们就不要他们 很危险 这个超哥 我们去这个超哥 他这边一年半了 委托单 usdt 像他这种人就非常安全了 然后呢 我们随便的找一个购买 这是 最低 这个是买1万 这个最低买2万 我买2万 选择购买 好的 然后呢 输入我们 要购买的金额 点击零手续费 买入就行了 我这边以截图的形式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给大家说的crc 然后选择金额 确定 支付方式选择这个银行就行了 然后看开店时间 总单数 然后成交率越高越好 然后委托单 选择一个购买 输入要购买的金额 点击零手续费买入就行了 然后呢 这边会生成一个订单 我们选择付款相情 这边会出来商家的信息 会有他的要付款的金额 他的姓名 他的银行卡号 我们给这个银行卡 转账就可以了 假设你想买1万 你就给人家转1万就可以了 这个是建设银行转1万 转完账之后点击 我已支付 千万不要还没转账呢 就给人家点击 我已支付 一定要转完账之后再给人家点击 然后呢 转账的时候不要备注什么 买比特币 买以太坊 买虚拟货币 投资理财 这种不要管 也不要备注 然后直接转账就行了 转完账之后再点击我已支付 转完账 大约 几分钟的时间 可能就会到账 中途呢 可能卖家这边会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让你发一下最近的 流水明细 因为他们也怕我们的钱不干净 是拿来 赌博诈骗是来的钱 他们需要我们验证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银行卡 点击我们的明细 像我这种 比如说我最近买烟 买酒 买水果 逛超市 点外卖 我这种钱 这种截图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没有问题 他可能才会把他的这个 收款账号 发给我们 这都是小问题 大约等个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可能就会到账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100个usct 假设我们已经买币完成了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 一个交易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点击一下资金账户 哎 有100个usct 点击交易账户 哎 怎么交易账户 没有钱呀 对不对 给大家说一下吧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c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就是这个资金有钱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我们的交易账户 哎 放到里面去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这里 我们要放到这里 那如何放呢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然后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去交易账户 好 没有问题 点击最大 币种呢 选择usct 好 选择最大 我们看一下 资金账户 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没有钱了 然后钱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买币了 在哪里买币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选择这边的交易 好 来到这个页面 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你可以写以太坊 可以写比特币 可以写狗狗币 任何的货币都可以 然后这边是他的2086 是当前这个以太坊的价格 那可能会有别的朋友说 我想买别的币 我想买比特币 那如何买呢 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去谷歌里面搜索一下飞小号 然后第一个这个网站就是了 进来之后是这样的页面 这个网站是免费的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假设我想买比特币 我需要输入BTC 我不能输汉子 我要输入BTC 以太坊ETH 我想买狗狗币 DOGE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ETH 我输入想买狗狗币 DOGE 选择这边的BB 选择 这边就出来了一个 一定要选择这里的BB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变成狗狗币了 那我想买ETH 我想买以太坊 ETH 选择BB 选择这边的这个 我想买比特币呢 BTC 对吧 选择BB 然后再选择这个比特币 看见没有 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大家想买币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这个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价格呢 很便宜 我给大家切换一下 我切换成以太坊吧 以太坊好 2084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拉满 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这边是100个USDT 可以买0.04个以太坊 我点击买入就可以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 是20 2084 买入 好 2084 假设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然后过了两天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假设以太坊涨到了 2094了 我们想卖出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再拉满 再点击卖出ETH 刚才买入的时候是 2084 现在卖的时候是2094 好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2094 赚了100个USDT 对不对 那我想把这100个USDT 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来大家看我的操作 选择这边的资产 刚才我们买币的时候是从资金 我们放到了这个交易 现在我们想卖币了 我们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这个交易里 账户里面的钱 重新的放回到这个资金账户 现在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选择资金划转 好 我们给他转一下 从交易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最大 选择确定 好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现在是在资金账户里面 OK 很完美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卖币了 如何卖呢 回到首页 选择买币 选择CRC 这边选择出售 不要选择购买了 选择出售 金额 你想卖多少钱的 然后随便输入就行了 支付方式 银行卡 好 这边和刚才一样 像这种300的 200的 像这种就直接不要选择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多的3900 2000 我们再找一下1900 像这种就不要找了 我刚才看见一个14000的 对吧 有个当当 好 我们看一下他 他这边时间也够短的 像这种就不要找了 他虽然 单数多 但是他时间短 对吧 像这种我们就不要找 我们继续的筛选一下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吧 我这边先暂停一下 我筛选一下 好了 我这边呢 找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商家 叫 才牛 秒放闭 21年 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零两个月 像这种人就非常可靠了 如果他这边是那种不可靠的这个商家 早被人家这个平台给 被封掉了 好 我点点一下关关注 选择委托单 选择出售 最大吧 选择最大 好 我这里卖掉选择最大 卖掉100个USDT可以得到719人民币 我点击零手续费卖出USDT就可以了 20分钟之内 他一定要把这个719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面 如果不打的话 这边平台会扣掉他的钱 然后 有问题 你也可以联系他们的电话号码 这边写的如果超过10分钟为你和您联系 为和您转账 请尽快拨打他的手机号 然后呢 点击零手续费卖出之后 他就会把我们的钱给我们转过去 转过去之后收到钱之后后台 会有一个确认收获 或者是确认放币 放币的按钮 我们确认之后 我们的币才能给他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低买 高卖 赚了100个USDT 然后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先到这里 如果你感觉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一下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你也可以在视频中 在视频评论区给我留言 字写在最后 有趣的是 然而行业的风还未被吹起 口水战却已经上演 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市场第一的争夺 雷鸟创新 Nario ROK均在不同的报告中强调了市场份额第一的地位 有人直接套用智能手机市场早期的中华库联说法 抛制出了124小龙的概念 或许这才是12市场的真实写照 在资本市场吸纳了上亿资金的明星企业 已经难掩心中的焦虑和躁动 再加上拆GPT已经掩盖了元宇宙的风土 整个行业再次进入到冷静期 腾讯 PCO都传出了解散XR团队的新闻 即使是OIN元宇宙的Mail 也进行了万人裁员 市场的含义正赚递给产业链中的每一家企业 而按照一官分析等机构的预测 消费级到眼镜的成熟还要等到2027年前后 距离市场的爆发还有四五个年头 期间注定离不开质疑和争议 无形的焦虑 压力也将日渐增加 延寻这样的逻辑 苹果将推出亚产品的一幕还将继续上映 毕竟在体验 应用头价格都不够成熟 小米 包围未能改写 第二眼睛命运的局面下 苹果可能是为数不多 可以提振行业信心的有利因素 6810046 中国经营报 作者 新销图片来源 由无界版图i工具 生成沉寂许久的R赛道 再度热闹前 今日 被称为14小龙的能用 雷鸟创新 Walking 影幕 Demo的消费级产品频频上市 推往多时的罗永浩 高调入局12行业 各路资本也相继入局 在元宇宙处推下 Dior领域风云在起 在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Dior应用已经推出 各种概念也层出不穷 资本追捧和加持下的Dior概念炙手可热 也获得了足够的关注流量 不过依然有很多应用场景停留在纸面上 有的是噱头 有的虽然有应用 但还没有大规模落地 远未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 Dior行业的企业有越来越多的动作和产品 整体上看是大的行业周期到了雷鸟创新 自已由李宏伟月前表示 2022年以后 尤其是近几个月 国内主流L眼镜厂商均推出了自己的新产品 消费级L眼镜再度呈现爆发态度 一光分析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第三季 国内消费级L眼镜主要线上平台销量 排名前五大品牌主要是 雷鸟 雷鸟创新 Forky 米家 等猫 其中 雷鸟以34.5%的市场份额证据首飞 雷鸟创新以28.6%的市场份额名列第2 值得注意的是 雷鸟创新仅仅成立一年的时间 各大厂商纷纷纷选择今年10月份推出了新品L眼镜 10月17日 国内L眼镜厂商 另一家消费级L眼镜厂商 雷鸟则已在8月份面向中国市场正式推出了三款硬件产品 其中包括 雷鸟 雷鸟两款L眼镜和一款转接设备 雷鸟设备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上半年有超过10款L眼镜发布或上市 对于消费级L眼镜的再度爆发 一关分析文化消费行业资深顾问廖许华认为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包括技术 资本和市场 因为之前有B端市场的事件 消费端目前的显示方案和产品方案已经基本成熟 各家出新品都不算特别难 另一原因是此前元宇宙各潮时投资者的推动 今年是产品上限时间 还有就是业内对苹果料的预期 都想在苹果料上市之前取得一定的市场优势 等苹果点燃市场就顺风起飞 天使投资人 互联网专家郭涛认为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投放 游戏 社交等多个元宇宙应用场景有望迎来几分时落地 热眼镜相关技术逐步成熟 用户体验提高 消费级 热眼镜相关技术逐步成熟 需求量大幅增加 行业将迎来新一轮高速发展机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鹏则对记者表示 近两年资本市场热炒 其原因首先是随着5G等电信基础设施的补给 为增强现实 混合现实技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设施 其次是头盔 眼镜等相关硬件成本有所降低 能够走进普通家庭中 而最重要的还是元宇宙的助推作用 不仅是游戏 工业互联网 数字阑升 虚拟现实都在语言宇宙结合 实际上 这一不是VR 它第一次成为热议焦点 2012年都哥发布初代 都哥哥西看了VR 包发展的序幕 随后 微软 泽尼等全球科技企业先后进入 该市场一路高革猛进 在2016年到达顶峰 2016年也由此被称为12元年 根据VR陀罗数据 2016年全球VR 12领域投资金额与数量 出现小高峰 分别达261.8亿元和203起 安信证券层表示 第一次计算机浪潮带来的颠覆性革命 将在VR 20代永远 VR将是GPC电脑 智能手机之后的下一代消费级计算机科技产品 VR VR头戴式显示器将会遵循类似从PC电脑到智能手机 智能VR 要严静的发展路线 但12的弱潮似乎刚开始就迎来结局 由于眩晕与岩石体验等消费者使用痛点难以解决 因而资本也渐去理性 投资热度有所平落 廖旭华说道 最后落地的 VR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2016年最后落地到了企业跟协作和生产方案上 这一次会落地到禁言显示设备上 但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独立运算 虚实交互的轻变 R1体机眼镜 目前来看 想要在技术上实现落地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天使投资人 知名互联网专家郭涛向记者分析道 此前 消费机 鱼儿场景主要集中在游戏 娱乐等少数几个领域 受制于核心技术不成熟 设备受架构 成熟应用场景匮乏等突出问题 用户体验不好 产品粘性不高 无法实现规模化落地投机 随着原宇宙发展和成熟 将有望从根本上突破 VR眼镜行业发展瓶颈 并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独立经济学家 财经评论员王赤坤认为 雷儿应用各种概念也层出不群 一时间雷儿概念炙手可热 不仅获得资本的吹访和加持 也获得了足够的关注流量 乘着原宇宙知识 雷儿能否迎来真正的爆发 李洪伟此前介绍上 我们预测消费级 幼儿会清理三个阶段 早期市场2022到2025年 也可以称为准备期 这个阶段的要义和核心能力是硬件设备 实现部分手机场景的替代 主流市场2025到2028年 硬件的性能达到满足杀手机应用的要求 革命性产品出现 进入大众用户市场 生态爆发阶段2028年 这个阶段构成生态正循环的壁垒 廖雪华认为 来儿的发展需要有两方面的助力 一个是内容与应用生态的繁荣水平 简单来说就是各个企业能不能探索出更多可观 可用的用户场景 提供更多的内容和应用 另一个就是大型科技企业的后续动向 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有全面市场影响力的产品 波涛则认为 然而相关核心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场景的大规模落地 是消费级12行业爆发的关键 核心技术成熟将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降低设备成本 为12设备大规模虎籍创造硬件 而基于12严禁的原宇宙游戏 原宇宙社交等应用场景的成熟和大规模落地 将为消费级12设备带来裂变式发展机会 消费级12产品必须通过12生态产业链才能真正爆发 王智坤认为 12是个巨大的生态产业链概念 而12产业链想要建立的持久 多层次的巨大生态产业链 涉及到创新性技术 创新性材料 创新性商业应用 创新性运为等 消费级12产品要想实现真正的爆发 郑重而道理 文 连线N财国王会 编辑 周小熙来源 蓝金财金 图片来源 由无界反图i工具生成 元宇宙的东风吹到了美中圈 近日 为美妆品牌开发虚拟式装EVP的公司 完美移动登录纽交易 成为12市装第一股 系数完美移动背后的投资机构 阿里巴巴 高盛中国都位列其中 除此之外 香奈儿 资生堂等国际美妆品牌 也与完美移动展开了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 此次完美移动是通过Sky特殊墓地 输购公司 Profitant Acquisition Call 完成合并后上市 随着12和A技术的不断升级 美妆圈也在不断变化 事实上 完美移动不是第一个推出虚拟式装的公司 此前 不少美妆品牌和美妆零售商都做过虚拟式装的尝试 2017年初 斯弗兰将12市装引入到中国市场 同年4月份 居城市在上海概念店推出Sky特殊墓来财物 试图借助12市装技术 提升门店购物体验 疫情之下 传统线下美妆珍贵受到重创 众多品牌都将眼光放到了线上去购买 这时候 消费者足不出货 挑选产品的需求随之扩大 香奈儿 阿玛尼 欧莱雅都相继适水虚拟式装 以为消费者挑选出最适合色号 虚拟式装不是新鲜事 元宇宙的东风之下 第二式装第一股随之出现 虚拟式装会更火吗 考虑这个问题之前 必须要正视虚拟式装市场的众多硬伤 众所周知 千人千面的每一装对于个体差异的要求极高 每一个细微的颜色差异 会影响个人上装效果 即便利用AI技术 也会存在视色偏差的情况 影响消费体验 更重要的是 目前的腰式装技术尚未成熟 但是 该肤质检测被很多消费者质疑笑 这也意味着 虚拟式装企业培养用户心智也是一大难题 此外 这种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的美妆科技与个人隐私存在的冲突 用户隐私泄露的事件时有发生 各种因素叠加到一起 反映到资本市场 完美移动开盘后股价一路下滑 截至发稿 其股价报7.29美元每骨 距离10月31日晚的上市开盘价15.2美元每骨 跌去52%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虚拟式装仍处于发展初期 玩家们还在涌入 要突围的难度也不小 一 虚拟式装 谁在入局 曾经备受女生喜爱的化妆 换装小游戏 照进了现实 近期 完美移动上市让外界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虚拟式装这一领域 最公开信息显示 完美移动成立于2015年 是一家CS运工智能 安和增强限时要美装与时尚技术商业解决方案提供掌握 提供结果导向 交付式 可持续的元宇宙解决方案 完美移动采取B端和C端两步走的方式 在B端 雅士兰黛 自生堂 都是长期客户 他还与社交平台 Instagram Snapchat 视频网站YouTube 以及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淘宝和天猫彩妆等电商平台合作 提供钥匙招呼 在C端 完美移动推出两款美颜APP 完美相机与完美享受 在苹果APP store下载量有314次与144次 按照官方的说法 完美移动服务已经覆盖全球20大美容集团的19周 旗下APP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下载超过9.51次 虚拟产品适用超过110次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 然而试装早已不是新鲜事 经过前几年的试水 乃家彩妆似乎已在美妆行业形成一种风潮 同样研发美妆科技技术 奔赴在上市路上 还有AI公司矿式科技 2020年 矿式科技发布Facetime美业云解决方案 据了解 Facetime是以人脸识别 人像处理技术赋能美业行业的一项AI解决方案 能够让买家在直播代表 电商平台选购美妆产品时实现一键虚拟失踪 淘宝商家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双11 矿智科技 Facetime通过算法驱动下的AI与美妆相融合 入选成交转化率排行榜 套持小程序 不需要去线下反复试色 就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 啊 戴尔技术的出现逐渐改变了美妆圈的营销方式 尤其是疫情反复之下 线上成为美妆的新战场 不少美妆品牌和门店也都盯上了这门声 去年 香奈儿推出一款名为Lift Sender的口红试色APP 其中能够了香奈儿400个口红产品 只要是色成功就可以完成选购 这款APP可以帮用户搭配口红 也可以帮用户识别口红 比如 当用户纠结于口红颜色时 可以使用色彩调选功能 搭配合适的成功 当用户看到照片或视频上有某个口红色号很喜欢 但不知道是哪个色号时 可以用Lift Sender来拍摄扫描 匹配色号 拥有多个美妆品牌的欧莱雅集团 在这方面的动作也十分频繁 2014年 欧莱雅与科技公司Limitrix合作推出自己的 一奥试装应用千种逻辑 2018年 欧莱雅收购了科技公司Multiface 次年 欧莱雅的上线微信小程序端首个动态虚拟试装应用 此外 电商平台也试图通过布局虚拟试装 吸引更多消费者 足复出户地下单 2018年8月 京东阿上线了 Lilor 试装功能 部分口红产品能够让用户在购买之前嫌疑要适重 阿里巴巴则是直接投资完美移动 为中国美妆商家提供口红试色功能 另一边 在零售端 智能化妆镜 让美妆软件层出不穷 2014年初 斯福兰与Multiface合作 推出了一款基于ER技术的试装镜 实时展示化妆品在顾客脸上的三笔效果 同年 徐晨市在上海概念店推出styleme来采用 提升门店购物体验 去年 伴随华为P50套客折叠机的推出 华为也更新了镜子APP的功能 加入了12时装模块 可以看到 为满足消费者个性需求 提升用途 虚拟时装这类美妆技术正在临手上 科技公司 甚至互联网公司中不断有限 入局者不断增多的背后 是越发挑剔的消费者 据BCG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寻求研究表明 80%的消费者 热切期望与品牌全渠道互动 而这里的互动 也不只是局限于线上购买场景 或许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推广 虚拟市装赛道会变得越来越拥挤 对于品牌来说 可以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 判断消费者需求与市场走向 对于消费者来说 技术的加持 也可以获得更具有交互性的美妆体验 2 A2市装 距离爆发期还有多远 虚拟市装的再次火热 让美妆离元宇宙又进了一会 尤其是在疫情压力下 E2R技术的虚拟市装 为消费者提供了线上的购物体验 美国美容商品 连锁品牌OWT 曾在其报告中表示 自新型观众 并读疫情爆发一会 其格安外虚拟市装工具的消费者参与度 增加了5倍 总计进行了超过1900万次的银影市装 市场火热是一回事 虚拟市装能否搭上元宇宙的快车 又是另一回事 就现阶段的技术而言 虚拟市装技术含量并不高 目前 据完美移动官网介绍 其E2R市装的应用场景 已经不仅局限于口中 本顶 还延伸到了眼眸 发色 与此同时 除了虚拟市装 完美移动还提供来皮肤检测 来皮肤分析 虚拟眉侠等 事实上 虽然涵盖众多场景 但本完美移动的技术投入并不 据完美移动招股出现 公司2018年 2019年 2020年的研发费用分别为592万美元 613万美元 757万美元 这个数字在Ei技术公司中并不算多 还需要注意的是 前人前面的上妆效果可能会根据用户的皮肤状态 肤色发生实时变化 虚拟市装的效果自然不能与实体市装效果完全一致 此外 目前虚拟化妆仅仅局限于腰式装以及耳式穿层面 并且达到的效果也仅限于视觉 给消费者带来的用户体验也十分有限 正因如此 目前 消费者对于虚拟化妆的热情度也降了下 2020年 据青年报道 一家武汉驱城市门店原本应该摆放12市装仪器的架子上 蓬蓬如也 店员表示 一起坏了 就把他撤了 再被问到为什么不拿去休时 店员回答说 本来就没多少人有 所以坏了就把他撤下来了 要知道 2014年驱城市刚刚推出化妆镜 并不是这样的景象 据only lady 女人质的报道 12市装刚在驱城市的上海概念店推出时 前来市装的人流络绎不绝 其中很多消费者是因为好奇而来 如果说前期虚拟化妆还能通过新鲜 吉特来吸引消费者 那长期来看 仍是要靠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才能真正留住消费者 不容忽视的事 技术的进步往往伴随着人性的讨厌 尤其是虚拟市装涉及的人脸识别技术 而此前 因为虚拟市装导致个人隐私泄露的事件并非少 今年5月 雅诗兰带却因和完美移动合作的 第二市装效果 因为能披露对消费者面部生物特征扫描数据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面临集体诉讼 9月 斯芙兰又因通过第二市装等小程序侵犯消费者隐私 被发120万美元与加州居民达成和解 并做出四项承诺 多项事实都在证明 对于二市装的故事 消费者还不够热衷 雅二市装并非刚居 如果触犯了用户隐私 自然会劝退很多消费者 从美装消费者的庞大体量来看 虚拟市装距离爆发期也还很远 三 做虚拟市装有多大前景 新事物的产生总是伴随着争议 虚拟市装也不例外 从商业角度看 市场更关心虚拟市装的故事是否性感 这或许可以从完美移动的表现中略亏一二 或许 完美移动是受资本侵卖的 成立七年来 完美移动累计完成了超三亿美元的融资 这源自于完美移动还不错的营收表现 招股书显示 完美移动及其子公司2019到2021年的营业收入分别约1.7亿元 2.2亿元和3亿元 近两年分别同比增长30.3% 36.4% 收入和增幅并不低 但完美移动的盈利能力不容乐观 2019到2021年 完美移动及其子公司净亏损1441万元 4059万元和11.3亿元 三年累计亏损近12亿元 在收入结构上 完美移动还存在较为依赖头部合作伙伴的问题 2019年到2021年 集结至2022年6月30日之6个月 五大业务伙伴的业绩贡献分别约占49% 40%和32%和25% 这意味着 一旦头部合作伙伴与完美移动的合作出现问题 那其营收将面临着巨大挑战 整体来看 完美移动虽然登陆资本市场 但面临的考验还有很多 一个关键的现象是 虚拟市装在中国市场的开拓并不顺利 比如 完美移动旗下的两款 ABT评论区中有用户表示 软件中的欧美系装容并不适合国人审美 以及存在多款4号断货 平台数量少等问题 一直以来 完美移动的营收主要来自海外市场 目前 美国 日本 法国是完美移动三大核心市场 2021年 美国 日本 法国三大市场业绩贡献率分别为50% 11%和8% 但中国美装市场不容小觑 中国美装市场销售额将在2025年 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美国世界女装日报今年7月判文称 在家庭收入增加 新来者持续涌入和本土品牌不断壮大的推动下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美装公司增长的关键 头部玩家的表现 给赛道上的其他伙伴敲响了 毕竟 这种技术并非高不可攀 一旦美装品牌或者平台自己研发出虚拟市场技术 完美移动也就并非手下 爱美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义曾对证券日报表 比起技术 完美移动目前的优势是公司背后的大股东们 比如阿里巴巴能为他的技术提供多样化的可应用场景 这一点对完美移动反而是最重要的 正如完美移动在招股书中指出 公司可能无法在目前经营或扩张的市场中有效竞争或保持市场领导地位 DiA和M美容技术以及时尚技术市场正在迅速发展 新技术的引入和新进入者的涌入将会加剧未来的竞争 完美移动面临的挑战加剧 在众多美装品牌的设想中 虚拟市装是为了给线上线下门店导流 而对于像完美移动这样的科技服务商来说 寻找客户核心落地场景才是关键 按照其在招股书的介绍 完美移动正在向时尚科技领域扩张 其中包括眼睛 珠宝 头饰和手表的虚拟时代产品 和很多公司一样 上市只是起点 完美移动要做好虚拟时装的生意 还是需要建立技术必要 巩固互传客户 2023年3月6月 雷鸟创新官宣手温龙字 雷鸟创新的龙字 让我再次回想起了去年 雅二市场的高手迭起 2022年的A2市场 堪称史无前列 国内市场 欧品雷鸟创新 而又 人贸四家厂商表现尤为辜出 无论在出货量还是市场声量上 各自都分到了一款不错的量高 一时在国内也有了雅四小龙的称号 虽然在体量上暂时还不及曾经的A4小龙 但在2022年上下半场的市场较量中 四家厂商抓住了两拨窗口机 不断殷实力道 将12市场飞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消费级 12市场也有了难得一见的出圈盛景 在年底各大机构的统计数据中 四家厂商占去了国内消费级 12市场七成以上份 国内消费级 12市场由此也成了拉动全球消费级 12品类破全的关键 不过 就在2023年开年 全球经济环境低迷 XR产线也遭到了大厂集体压缩裁减 消费级 12市场能否继续高高猛进 也引起了诸多疑虑 以几行代码引发的惨案 2023年开年 一个被称作XTT的产品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走红 吸引了几乎所有媒体机构和科技大佬的注意力 阿里云创始人王坚称 XTT背后 本质上是方法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比尔盖斯称 XTT是不亚于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的诞生举时的 我们看到 微软迅速为Omini XTT研发团队再注资100亿美元 并将XTT成合到了自家货外端工套件 AVU 为应搜索引擎在内的所有产品限制 谷歌则是先投了 本联合核心成员创业项目 FORP公司3亿美元 又紧急发布了退标XTT的FORP 如今再次将与谷歌大脑同级别的谷歌大模型团队 XTT并入低股内团队 加速阻击XTT 国内科技巨头更使全员列队参战 就连已经官宣退休两年的前美团联合创始人王贵文 也亲自带5000万美元跑步入场 自称要做国内科名联 XTT的团队更是数不胜数 与此同时 在科技巨头急行军时 XTT这类对话事例也惹出了不少麻烦 谷歌8月现场展示给出错误答案 加入XTT的并侮辱用户 美国近九成大学生用XTT写作业 正因为这种种乱象的出现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港大会封杀XTT 马斯克会得工喊话 并应该停用XTT却又被报正亲自赶赴战场 总结来看 2023年开年 科技巨充斥着颠覆 疯狂和乱象 企业经营之等 此消彼长 由于全球经济环境依旧低迷 大公司有疯狂砸钱在XTT上的一面 也有精灵减证大似裁员裁团队的一面 其中 XR相关部门也难以进入 全球来看的话 Mate裁员1.1万人 微软裁掉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工业员宇宙团队 Tarlon 团队 近日国内也陆续爆出了字节P4C 腾讯裁撤扫部门的消息 这样的局面对于还处在成长阶段的XR产业来说 似乎并不友好 为此我还特意找了几位做从业者朋友聊了聊进口 二大航海与陶京主大厂要成立新部门 尤其是一个风口上的新部门 会有什么简单奏效的办法吗 答案是 有 而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大厂都履实不少 那就是花大价钱挖人才 收购成型的团队 苹果最早做智能语音时收购了Siri团队 谷歌布局移动互联网时收购了安卓团队 Facebook入局XR行业时 收购了Kios 字节入局XR行业时 买下了Pico 至于大厂挖人 更是不胜美举 现在 在大厂精兵检证政策下 全球市场上才撤下来的员工中不乏XR领域优秀人才 这些人才都到了哪里 一般来说又会回流到XR行业的初创公司 实际上 在这波人才回流潮中 不少创业公司在阶级破编 尤其是有野心要大 做生态的团队 这也就成了XR创业团队壮大自身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能有人会疑惑 为什么大厂裁员 小公司反而能再破缘 这和XR这个赛道的特性有很大的原因 XR赛道 尤其是LAR赛道 目前还是一个很早期的赛道 还没有特别头部的厂商来收购 这就使得该领域在经历了2022年这波红利期后 需要抓住机会迅速发展 这具体包括两个方法 第一 搞融资 准备充足的资金备债 在雷鸟创新拿到这笔一级融资后 二四小龙已经从资本市场都拿了不少钱 四家企业最近一轮融资情况如下 表中直列出了四家厂商最近一轮融资情况 实际上 仅仅是这四家企业就已经从资本市场拿了大几十亿的融资 雷鸟创新正是首轮融资就拿到了一级融资 这还不包括其他 LAR明星企业 要知道2022年面试的LAR眼镜有30多款 这其中有很多团队是刚成立不久或第一次面向消费级二市场发产品的团队 更多像雷鸟创新这样的团队 也在加快融资进程 为接下来的团队扩建 产品研发 渠道以及生态构建的一场厂硬账做资金储备 第二 搞研发 做下一代 LAR新机 什么是LAR 严格意义上来说 LAR要有虚实结合 有空间交互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LAR厂商都在搞光波的 做字幕眼镜的主要原因 字幕眼镜现在还没有很吸引力 但字幕眼镜承载的技术是走向真正LAR眼镜形态的一条必经之路 这也是未来LAR眼镜的主流产品形态 不过 在此之前 2023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赛典